接下来看的这个呢是马总统又投书了 这次是今天以中华民共总统身份 投书美国媒体今日美国报 谈的是马熙会成果 他想到台湾绝对没有为马熙会在自由民主上 做出任何让步 可是呢他就在前一天党庆上不小心口误 冒出了一国两制 面对党内不分区立委名单引发不少争议 总统马英九挥手微笑 就是不回应一切交给党处理 念姿在姿的还是马熙会成果 马总统以当我称呼习先生为题 投书全美发行量最高的报纸 今日美国报谈论马熙会 文中引述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分析 马熙会是大陆领导人在主权议题上 做出最大的让步 马总统不但认同也强调 台湾在自由民主上没有任何让步 马英九说他当面向习近平关切台湾 面临的军事威胁以及受压缩的国际空间 要求采取具体措施 而这更是双方领导人首次正式公开 为九二共事背书这也是双方坚持 一个中国但同意能在一中的实际内涵上各自表述 在文末还不忘呼吁下任总统必须坚持 九二共事一中各表成果不忘向国际媒体宣传 但前一天在党庆上话又说得太忘卧 我们没有让步 把我们的中华民国 我们的宪法 一国两制都在他面前说了 不小心说出一国两制 虽说是口误 却让一旁的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有些尴尬 马英九喝了酒也会说错话 不喝酒也会讲错话 让人家真的很难分得清楚 什么时候是真话 什么时候是假话 什么时候是醉话 我们党党党庆里面最大的受害者 我们应该是看得到是朱立伦 马席会后马总统坚持是给后人搭桥铺路 话题依旧鱼波荡漾 优优优独播剧场